前英國駐港總領事館職員鄭文傑 因涉嫌煽動分裂國家 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去年12月第二次遭國安處通緝 懸紅100萬 他的父親週三來到屯門青山警署協助調查 中午12時半離開警署 據了解國安處人員也去鄭文傑父母和兩位姐姐的住所 調查他們是否與鄭文傑有聯絡 或者有金錢往來